品牌這東西本來就是終極目標啦 任何產業都一樣 這個已經避免不了 未來這個產業會變成怎樣 我們要看待的是 我們的市場的消費族群 大概有哪幾塊 可以怎麼做 那你適合在哪一塊區間去做 跟經營而已 其實紐約這一個商場 它不是一個紐約在銷售的角色 它是由很多品牌的廠商它進駐的 那這才是它成立的一個主力 在每一個商家 他們都很盡心盡力把原廠的情境 置入在這個實體頭路裡面 當然這樣子的一個情境產生的時候 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講 它不需要用想像的畫面 它到實體來 其實它只可以直接感受到這樣的情境 像我們這種百貨商場型態的經營 本來在坪數上面 大概就在五六千坪至一萬坪左右 而且我們的商品設定 又是一個耐久材的定位 那以及做高端的進口品牌家具 所以它本來在人流上面 它就不會像百貨公司或者是shopping mall這麼多人 因為我們的坪數夠大 在我們的人流上面又加上控管 所以一個人大概享有的消費空間 大概就在擺來坪 其實這個距離都比安全的規格還更高 產品定位跟品牌定位就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的消費族群 本來就在中高以上的消費族群 它又願意在這個疫情之下 跟我們預約進到我們的商場 其實它的當下的購買一元是百分百 那當然它也希望一次就把它購住 所以當然在那個當下 業績非常的集中 它的成長那個幅度 它就會比較顯著 就過往家具這個產業在台灣 大概有35年左右這個產業 當下的產業當然我們的消費層 分層的結構並不會那麼顯著 但是你走到現在的時候 慢慢大家有形塑品牌的觀念 再來又因為在這個疫情當下 還有包括我們本身現在我們台灣這邊的經濟結構 越來越明顯 當你在越來越明顯的時候 這中間的鴻溝越拉越大 數位其實可以讓我們更清楚的 把這些分眾的消費者做到告知 做到傳達 透過數位上面去培養我們這些年輕的族群 認識我們這樣的一個品牌商場的定位 以及這個商場裡面所有的進口品牌 那這是一種養成 所以在這個數位當下的環境 反而創造了台灣 在家具產品上面的一些經營者 尤其是年輕者 因為它本來的習慣就是在數位 所以呢它創造新的品牌的時候 它在整個行銷面 它反而是更如意得水 以前是紙張跟電視的傳媒或者是Radio 但是現在多了一個管道跟工具 就是數位 所以我們會變成我們也必須要投入一定的預算 在數位上面去做新銷工具 我們家具產業人員 它就必須要知道 它面臨的未來的經營門檻非常的高 五股公共區裡面那些的店家 它面臨未來是一個新進入的產業 取代了他們的空間了 為什麼 內湖那個商圈 我們內湖那個商圈 以前多少家具店 現在為什麼不見 成本太高 所以這整個消費的行為 它改變了產業的結構 其實在這個商場裡面 這麼多貴位 其實已經有大概五六個七八個品牌 是紐約開發出來的國外的品牌 那拿到了以後 我再來跟我的廠商說 這樣的品牌我認為適合你住 那你要不要做 如果要我就授權給它經銷 那我們現在有這樣子的走向 慢慢一直在成長 品牌這東西本來就是終極目標 任何產業都一樣 這個已經避免不了 未來這個產業會變成怎樣 我們要看待的是 我們的市場的消費族群 大概有哪幾塊 可以怎麼做 那你適合在哪一塊區間去做 跟經營而已 那就紐約而言 其實我們這一路一定還會繼續走下去 我們是一個已經很 對於台灣市場非常了解的一個商場跟平台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通路跟我們的品牌 有那麼一點的力量 可以協助我們台灣的家具經營者 他可以來自創品牌 那協助他們也可以形塑出一個台灣家具品牌的一個機會 那在我的通路呢 跟我們的客戶去做接觸 我們要變成一個通路品牌 現在市員定位完了以後 應該下一步就是玩桃園里南 走到高雄應該會有五個到六個 紐約這樣的商場 在台灣這樣的一個市場裡面 去做通路 我們幾個點鐘 就像是有工地來沙發的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